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然后今天老师又继续在跟大家讲这一个PART 2的故事了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FORM3的Noel Tawanan Commander Caucasus的这个故事 所以如果同学们还是没有看到之前老师讲的PART 1的故事的话 那你就要先暂停一下 然后再看回去PART 1的故事 你才有机会听得明白老师接下来的故事 好吧,那如果有听了老师PART 1的同学们 那老师就跟大家小小的预告 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有讲到他的好朋友 OK,然后为了寻找这个女主角 然后进入了这个旧的屋子里面 然后也刚好进入了我们的这一个昆虫的世界里面 对不对,那么其实啊 同学们老师就要把这个故事线再拉回前去一点点 拉去哪里呢? 还记得我们的女主角她进去了这一个地下倒垢 她就进了这个昆虫的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故事就产生了两条故事线了 第一条就是她去了昆虫世界 而在人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上一集我们提到的 他们就很伤心 然后老师就带着他们去找这个Fahani 可是这一个时间点的同时间 在昆虫世界的Fahani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OK,那我们紧接着就去看吧 OK,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Fahani 他当他掉入了这一个昆虫世界的时候 就被这个昆虫世界里面的这一些士兵们马上给抓起来 OK,被谁抓到呢? Tender Commander Caucasus 还记得这个反派的这个角色吗? 他的手下给抓了起来 然后当然因为在昆虫世界里面 人类就是一个Alien 就好像UFO这样 所以他们就直接的被人家抓了进去 这个实验室来当研究的对象 OK,很残忍 Dir Tela di Kuroong di Dalam Tavong Uji di Sibwa Mak Mak Raksia 所以这一个将军对不对 他偷偷的把这个女主角 他并没有把它放在监牢里面 而是偷偷的收进自己的科学实验室里面 做什么呢?去研究人类 OK,那为什么这个将军 有这个举动去研究人类的? 原来这个Commander Caucasus 他是一个非常有快企图性的人 他想要做什么? 他其实想要夺取这个昆虫王国里面的 这个国王的宝座 而这个国王叫做Maharaja Tandu 当然他觉得我不甘心做一个将军 我想要做什么 我们讲夺走那个王位 所以他就觉得 然后我得到这个王位 我还不满足 他其实还想要怎样呢? 他不只是要做昆虫世界里面的国王 他为什么要研究人类? 也因为他想要统治人类的世界 明白吗?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才来偷偷的把我们的法弥来研究 OK?所以 然后当然这个 那他要怎样先做好他的第一步 就是称霸这个昆虫的世界呢? 他觉得这个国王 如果逼他退位的话 我就一定要威胁他最重要的东西 而他最重要的东西是谁呢? 他的女儿 就叫做Putericolliptera 所以他讲 这个国王的软肋 就是我们的Putericolliptera 所以他讲 他就吩咐他的手下 秘密的帮我抓起这个公主上来 我要威胁这个国王 让他退位 我要做国王 所以 所以他们就秘密的派到一支队伍去杀 或者是抓这个公主 当然这个公主 也意识到这个威胁 他就提早的 OK?其实就已经提早的 安排好了逃跑的路线 OK?就是不要给这个 我们的commander给抓到 所以这个公主在领走之前 他也反套路去想 到底这个commander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觉得 这个commander 现在抓了两个人类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研究他 所以他就讲 这两个人类 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 所以他讲 我逃跑 为了要有一个 你最重要的东西在我的手上 他就在他领走之前 就叫了他的手下 叫做Bara Gendara Vindic 同学们记得 这个又是新的一个角色 Bara Gendara Vindic 也是一个甲虫 但是是谁的手下 公主的手下 所以是公主赛的那些手下 所以这两个人 就偷偷的闯入了 这一个我们的科学现实里面 然后带上我们的Fahani 跟我们的Gim Yong 逃跑 所以在这一路上 Fahani 其实他不知道 原来 他的隔壁的那个实验室就是Gim Yong 他在什么时候发现到是Gim Yong 当两个被抓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讲 原来隔壁这个人是Gim Yong 所以当然Gim Yong 他是比较早被人家研究 所以他有一点比较虚弱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小小查询 在他们逃跑的路线当中 Fahani 他就拿了一瓶 拿了一个椰壳 然后装了水给我们的Gim Yong 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 老师觉得我会把它看来起来 是因为这个故事 这一个事情 展现了Fahani 是一个很好心的人 所以同学们 你可以在这边多记录起来 By Hattie 因为这个是一个证据 也是成为一个依赖 我们可以写在我们的Novel里面的 OK 所以他们就马不停蹄的 所以又继续的 踏上了逃跑的这一个路了 然后他们就见到了我们的 这个Putteri Collector 所以他们就吓到 他就以为这个Putteri Collector 是坏人 然后我们的Putteri Collector 就跟他自我介绍 他讲 其实我需要你们两个人的帮忙 OK 我其实不打算杀掉你们 OK 我有你的世界 我有我的世界 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Commander Caucasus 他堵住了这个 你们回家的这个路 OK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抓人类来研究 所以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方面的人 虽然我们不认识 但是我们都有什么 共同的敌人 所以当两方都有共同的人 我们就是什么 联盟了 所以他讲 我需要你们两个人类 来帮我一起去 打败 Manu Paskan Commander Caucasus 这个将军 OK 你们讲好吗 他们就开始在讨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不对 天空突然间 雷电打了三次 砰砰砰 然后同学 为什么打了三道雷电呢 这个时候又 借回去我们的故事先 也就是他的朋友 海嘎 Dephna 跟Wei 这个时候还记得 他们进了那个屋子 然后也进来了 这个昆虫世界吗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从天空 砰砰砰砰 三道雷电 砰砰砰 掉了下来 OK 所以同学看到吗 这两个故事先就 结合起来了 所以他们就掉了下来 掉去了哪里 他们的这个 森林的附近 他们就掉入了这个 森林的附近 然后我们的这三个人 也很吓到 他一下来 又吓到 为什么 因为他讲 捉那么多昆虫 这么八字的在我们身边 他们全部直接被抓上来 Ditankab Olepantara Kumbang Bara Putteric 他们被谁抓呢 他们被公主的兵抓起来 OK 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去见公主 然后见到公主的时候 哇 他们很感动 为什么 他们三个人终于见到 失踪的另外两个朋友 OK 所以他们五个朋友就这样团聚在一起 OK 当然 好景不惨 OK 为什么老师想好景不惨呢 因为啊 我们的Commander Caucasus 他也循着这三个雷声的方向 跑了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 刚好给他们讲 一石二鸟 不只有多抓多 几个人类 然后也看到公主就在 这一边 所以他们够开心 一次过全部的 Dankup Ole Tendere Commander Caucasus 就被他的军队全部一咖喱 一网打进 OK 可是这个时候 在他们反抗的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 Fahani 跟金庸 成功的逃脱 更躲了起来 Bajaya Menem Bumi Kan Dewey 然后 所以他们就躲了起来 那当然 我们的这个 Commander Caucasus 终于手握住什么 公主的这条人命 所以 就必使这个王上 退位 他自己成为了 国王 所以同学们 你看在这边 他从 Commander Caucasus 就转成什么名字了 Maharaja Caucasus 所以很多学生会在 这个故事里面读到很乱 因为老师 学生曾经问老师 怎么有时候有 Commander Caucasus 有时候会有 Maharaja Caucasus 其实没有很复杂 他都是 都是同一个人来的 但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还有不同的参考 没有吗 所以在这边 只要你看到 Maharaja Caucasus 代表什么意思 他已经成功的 夺位了 OK 所以他就成功的夺走这个位置 做了这个大王 所以在这边我们讲 他是一个贪拳的人 OK 老师也需要大家去多注意一下 这一个 反派角色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反派角色 也是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来的 OK 所以 当然 他登位了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吩咐他的手下 马上去找回这两个之间的那个实验对象 因为他还没有完整的研究 OK 只要他能够研究到人类 然后他能够变回像人类的样子 他们就能够讲统治买人类的世界 OK 不只统治自己的世界 也要统治人类的世界 OK 好不好 所以加续 当然 还记得逃跑出来的Fahani跟Kim Yong吗 当然不只他们两个成功逃出来 还有一些手下 OK 我们的公主的手下 也逃得出来 所以他们 一个 工作手下想要救我们的公主 而我们的Fahani跟Kim Yong又想救谁呢 他们的那三例朋友 对不对 所以两个 两方面的人又有共同的目标 又再一次的联盟起来了 OK 所以可是他们在想 怎样救呢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权力了 又没有武器 怎样杀进王宫里面 去救我们的公主 跟他们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Fahani跟Kim Yong 就看到他们的朋友的书包里面 OK 有着一个很够力的药水 这个药水的名字叫做 Chichaiu Endorshivan OK 老师 Andorshavan 老师叫Andorshivan 比较好听 Chichaiu Endorshivan 这个Chichaiu Endorshivan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人类世界里面的那个 文油这样的东西 杀虫剂 OK 因为他们那时进森林去找那个 失踪的Fahani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带了一个 杀虫剂 然后可能看到虫虫可以杀掉他们 不要一定的 而这一个东西如果来到了昆虫世界 这就不得了 对不对 同学们 为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杀人的武器 OK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哇 我拿到了这一个Endorshivan OK 虽然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 OK 当然 什么方法呢 给国王喝下这个东西 OK 老师 可能你们会想 怎么必要一路拿着那个杀虫剂 杀进去王公 同学们 你一罐杀虫剂 人家整队的那个人马 你射着进去 他 会用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的 用他们有限的这个杀虫剂 OK 所以他们于是就一起合作 想方法 如何去营救他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讲 他们有Package Summer OK 昆虫跟我们的人类 Package Summer OK 这样 当然 他们的这个怎样去营救 的这个过程 老师就 skip掉 太长了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去 重点 所以 他们是怎样去 给这个国王喝这个 药水 杀虫剂 就是他们的这个 Daramera 还记得吗 Daramera是公主的一个手下 他就这样做 他就混进去这个王公里面 假扮这个王公里面的宫女 OK 然后就断了 拿那个食物断给王上 我们的这个Maharaja Caucasus 然后他就在给食物的时候 滴了两滴 杀虫剂在里面 OK 我们的国王一喝了够破 马上倒下 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王公就这样混乱了起来 而我们的男主跟女 我们的这个女主跟他的朋友 就趁机拿着剩下的杀虫剂 可以一路杀进去我们的这个宫 杀进去王公里面 去那个地牢那边 救出我们的朋友 OK 所以就在最后 他们终于成功的 营救了他们的这个所有的 朋友跟公主出来 OK 然后当然 坏人只有 恶人只有恶宝 我们的这个Caucasus 的这个春秋大梦 也就告一段落了 他就被公主 监禁了起来 OK 然后我们的公主重新 登基做回这个新的 火王了 他就成为了新一代的 昆虫火王 OK 然后当然 这一个他圆了他的梦 OK 阻止了Caucasus 然后他也没有忘记 当初对人类的诺言 OK 就是允许他们 回去回人类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Putericotora灯位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影响我们直接回去人类的世界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讲这个公主是一个这样的人 有爱心的人 OK 很爱自己的这个人类的朋友 OK 所以到最后啊 我们的故事最后终于 他们可以回到来这个人类的世界了 OK 当然他们这一场呢 离奇失踪 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当媒体问他们 你们其实有没有去到 你们怎样失踪了 OK 当然这五个好朋友 都一起的怎样 美国不是巴格 混动的Russia 跟Trader Svarnia 他们把他们这一段奇葩的经验 守了秘密下来 OK 所以同学们 在这边 我们的故事就结束了 所以老师 读完这个故事过 其实他有给我们一个 启发 什么启发呢 你在里面 会看到昆虫 非常的憎恨 我们的这一个人类 就是我们的Quamander Caucasus 为什么他憎恨我们的人类 因为他觉得人类破坏了他们的昆虫 杀害了很多的昆虫 所以其实这一篇故事 读完了下来了 是要我们人类 我们学生 去深思 我们人类做了太多 破坏大自然的东西了 所以他也希望 通过大家读这个Novel 来对大自然重新的实情 尊敬的心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然后请你帮老师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了 拜拜